發言不尋 两车结果被定 最终被定 那么派出一个这样的人去 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一个民运国 尤其是印尼 印尼作为东盟艺术处的总务 就派出像大主力这样的人 我们希望政府不要再让这些不容易的人 丢脸丢到国外去 将来还要丢脸丢回国内 这一点基本上是必须要吸取教训 那么除此之外 首先说印尼总统已经抗议 这个大主力的任命 但是昨天印尼外交部就发出了这个文告 说派出其他国家的大使 是属于一个国家的特权 印尼外交部也无权干涉 换言之印尼外交部也就是狠狠的打脸的首相 这一个伊斯麦沙比尼 都是一点 那么这一个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今天又在传出 先任巴掌任安局的国家的大使 很可能会出任美国大使 所谓持封武特长 我要强调的就是 人民大一是被了选民选出来 就应该在选区内为民服务 而不是领国委员的薪水 却被派出到美国阿尼等等 弃选民与不顾 这一点呢 是非常不合情不合理的做法 所以呢 我希望政府尤其是首相 能够尽客停止这个外风 马来西亚的这个外交部 过去的威斯麦沙特长 都拥有许多杰出的专业外交官 如果是杰出的领袖一旦退休以后 凭着他富富的人脉等等 而被派出国外出任特使 或者是大使的话 那还情有可原 因为他已经退休了 但是现任的国州议员 基本上是不应该出任 这种是一种滥废公司 也是一种滥权的这种做法 所以我身为新党党的国会领袖 将会在即将来临的国会内 把这个课题带领国会 要求政府立法 或者是制定条规 来组织现任的议员 代表我国出任国外的大使 因为大使是一个国家 派出外国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 他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形象 也必须理行非常沉重的 繁重的工作任务 尤其是定理美国 对于马来西亚都是非常重要的策略 国派 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所以这一个外风必须禁止 我也希望 这个巴达尼加社区的国会员 纳斯里 他之前呢已经被瑞士禁止了 之前呢 那马来西亚政府也有意派遣纳斯里 出任驻瑞士全权大使 可是瑞士身为联合国中的一个中立国 已经拒绝纳斯里的任命 因为瑞士政府有一个政策 就是现任的国中议员 不应该出任全权大使 所以呢 那时候已经是被红红的打脸 如今瑞士去不成 还要跑到美国去 那基本上是说过去的做法 尤其是联合国的总部就在纽约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重量级的外交官 或者是已经得高万众的人物 来主任这个重大的使命 有没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 这两位都是这屋统的基础文修 他们都可能被安排成 因为这两个国家 会不会是屋统里面的一些动战 就是一些未来的一些固域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目前的武统是三头零零四分一 所以呢 我不排除 这是首相 Ismail Sabrin 企图收买人心的政治基础 但是 用国家重大的外交官职 来进行政党内部的仇用 这是一种非常道德 背弃道义的做法 也辜负人民的期望 也让人看清楚 与不同目前的情况 已经严重的民意破解 我们看到之前是今天早上 已经有三万人在网上联署 反对达住定的任命 也就知道 其实民间对此极度的变果和反感 尤其是派住定这一套臭名昭章的政治人物 去出席出任这么重大的大使事 这一点我希望政府能够闲牙热 不要一错再错下去 我希望男子力作为前部长 如果他真的是要出任何大使的话 他应该尽可持续国会员的职位 你对这个巴达人员的民工 我想强调的就是巴达人员和巴西沙拉的选民 选你出来是为他们服务 而不是叫你去美国去印尼 找做一个完全见不到人的意愿 不相信党党的意愿 我们是每一个星期奉语不改的到选区去 可谓人民会见选民 别从群众中来 别从群众中去 可是我们这种做法 绝对是不能够接受 我相信这人民 如果男子力或者是一步行 我在此呼吁全国人民再来接大选 再一次的落实政党问题 改造换代树立政治兴风 来扶振这股外风